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人音有本无所居 数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是8月24号也是礼拜一 那今天指数的部分呢 维持礼拜五的反弹的格局 目前上涨了64点左右 那指数的部分其实它不是重点 因为就指数的角度而言 目前为止它来到月均线的这个地方 那月均线呢 它现在有一个压力存在 台下有一个压力存在 所以反弹上来了之后呢 它会在这个地方来去做震荡整理 然后等待一个大量长虹 来做突破的一个表态 那在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啊 会有一半的股票它是会涨的 但是有一半的股票 它会持续的去做回答的动作 那你要找到对的标的 你自然你可以在未来的行情当中 享受到就是股市上涨的那种 报酬的那种感觉啦 那同样的哦 其实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消息哦 这个消息呢 其实我之前也一直有跟大家谈过 你看到说台北股票市场在上礼拜四 重挫600点的时候对不对 当时有很多的利空传出来 包括了就是美国封锁华为的禁令 这是很大的一个利空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包括联准会呢 对未来的经济感到非常的悲观 所以呢 他出了一个报告嘛 告诉大家说 其实未来经济状况不好 那第三个呢 解放军环导大演习 他要在台湾做两天的演习 这个演习也已经结束了 那重点是 在这个这么多的利空当中 台北股票市场跌了600多点 那我当时跟大家谈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所有的利空 都不敌一个 一样东西他的利多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谈的 就是疫苗的部分 这个目前为止呢 新冠的疫苗 他还没有上市 只有一个俄罗斯 他们开发出的那一款疫苗 因为没有做临床三期 就直接让他上市了嘛 但是重点是啊 英国跟美国的疫苗 他们其实都还在三期的 这个临床的实验当中啊 所以之前我跟大家谈过 像疫苗目前的进度啊 有两款疫苗 现在正在三期的实验啊 他正在三期的实验 包括美国的Moderna 还有英国的牛津大学 这两款疫苗是目前全世界 最瞩目的两款的疫苗 因为所得到的数据来讲 几乎全部都产生效果了 都全部都产生效果 那如果产生效果的话呢 那接下来 10月份到11月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对不对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川普现在民调 这么低的情况下 他会不会想办法去拉升民调 他又想办法去把民调拉上来嘛 那要拉升民调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直接把他 过去影响他民调的东西 把他给拿掉 现在美国人最讨厌川普的地方 就是他这次的防疫 真的做得太烂了 真的有够烂的烂 那川普他自己也知道啊 防疫的事情是现在 美国人最重视的啊 那美国人又不爱戴口罩 他们又喜欢上街去乱晃 然后又喜欢开party 导致说他们的确诊能数居高不下 那能够再不影响生活 又能够持续的 就是真的控制疫情 最重要的关键当然就是疫苗了 当然就是疫苗的研发 所以呢 我说川普啊 他未来会学普丁 因为都已经快大选了嘛 他最后的绝招一定要放出来 那个大绝 他现在不尽 他现在 他现在如果没有放出这个大绝 以后他也不用放了啦 那个攻击以后就是别人的 如果他今天不把疫苗做出来 那以后这个疫苗的 这个绩效 这个攻击 这个政绩 就变成下一任总统的 那对他而言啊 他怎么可能把 这么好的机会放过去 所以我说 普丁他敢 就是直接把二期临床实验的疫苗 直接让他上市 那川普他敢不敢 我觉得他狗急会跳墙啦 就算他今天 这款疫苗只要他的 他用了不会死人 他不会造成就是 人体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他都会让他上去 他就是直接核准让他过了 那你想哦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哦 包括联准会刚刚讲的 联准会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导致说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 非常非常的弱势 那还有很多全世界的国家 因为大家都不敢出门 消费的关系导致经济开始出现一个衰退的状况 但是如果疫苗上市呢 疫苗如果一旦上来的时候 是不是全世界的经济就从谷底开始做一个 V型的反转上来了 那一旦这个V型反转发生的时候 就会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叫做嘎空的行情 所以我说指数这样跌下来 大跌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这里爆出了一个历史天亮 这个历史天亮 它的买盘不是普通人哦 它是我们很多市场上的大户 主力跟谁 跟我们的国家队 他们开始进场去做卡位的动作 趁着便宜 趁着大跌的时候来捡便宜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他们的做法跟我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看到一件事情 美国政府他考虑哦 他在开始考虑一件事情哦 选前他要为牛津大学的疫苗 提供使用的授权 看到了吗 是不是我当时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如果今天俄罗斯 他可以核准疫苗 美国他为什么不敢做 只要他的经济数据 他还有做出三期临床实验啊 这个三期的临床实验 可能在十月份的时候 他的数据就要公布出来了 他的数据公布出来之后呢 那他普丁敢让他上市 川普一定敢啊 他也一定敢嘛 他敢让他上市的时候 全世界现在的经济 非常弱势的情况下 就会开始从一个V型的 就会开始走出一个V型 反转的一个走势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哦 像这种什么恐慌的因素啊 这都是假的你知道吗 这都是假的 他就是在洗你 他就是要把你的筹码洗掉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 在那个低点的时候 他受不了 就把股票砍掉了 那砍掉了你再看啊 包括我当时跟大家讲的 254的联发科 我说700多块 大家是疯狂的去做追价 大家都敢买哦 每一个人都敢买 跌到了像 现在跌到了大概600块钱附近 大家就开始看衰他了 每一个人都开始说他不好了 那这也很奇怪啊 你如果做股票 每次都是用力的 每次都是看着报纸新闻 在做股票 那当然啊 你怎么做都不会好啊 怎么做你都不会顺手 包括233你的台积电 华为利空出来的时候 我说290很好买 现在来到400块钱 这一样又是华为的利空 一样又是华为的利空 那华为利空打下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这里是很好的机会啊 你如果没有的 手上空手的 你不是趁着这个机会去买吗 不然你要等他涨上去哦 啊起起来啊 涨上来了才想说 哦我一阵应该要买啦 怎么样的 错过了啊 我说时间错过了 他不会回来 你就只有一条命而已 你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真的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那你说此处还会再跌600点吗 如果行情再来一次跌600点 我告诉你 你还是会做同样的动作 你也是会同样买股票啊 那如果你还是一样 做同样的动作的时候 你怎么在股票市场赚钱 所以有所本无所拒 无所本心会惶惶 你心里的灵 мор acordo 你心里会怕 这个就是人性你知道吗 人性啊 人性就是每次看到跌的时候就害怕 看到涨的时候就开心 但是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明明就是最好买股票的时间点 包括我们的投资朋友也是 我都帮他们ready好 先把股票选好 选好之后 在大跌极跌的过程当中 下去做切入的动作 我的买点够低 我的点位是非常低的情况下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我们五月份六月份 做的叫做升级 但是资金开始轮回到电子 我们就做电子 包括说当时最早做生计 我们当时在做生计的时候 合一是在五六月份做的 113块钱的合一 我说很好买 买上来之后 在270块钱全部获利了结 后面这一段我就没赚到 那我也没关系 反正我这样子一波上来 都已经赚得快翻倍了 我就不介意后面这一段没有 因为未来上档的套牢压力 太多的情况下 当然它会进入一个震荡整理 所以最好买的地方在这里 而不是在这里你知道吗 而不是在这里 如果说未来疫苗上市 整个利多都结束了 那防疫生计族群 我告诉你都是未来的重灾区 它都是未来的重灾区 那包括电子的族群也是 但是我说5G最好买的叫做4968的利基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后面这一段都有五六十块的空间给你赚 它都有五六十块的空间 可是你的买点它是对的 同样的利基有人买在这里后面是赔钱的 但是我买在这里后面是赚钱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操作公式 聪明买轻松赚 你不要去六五票 我们都不要去追股票 都不要追 那在电子股跟生计股 都变成一个比较弱势的状况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谈 我们要改地方了 我们要换地方 我们去买这个叫做资产的族群 30年一次的资产大喷发 当时我在跟大家谈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真的都没人想说资产股是在做什么的 我讲这个东西 你们大家都很喜欢做电子 要不然就是生计 但是钱在移动了 它资金已经在做移转了 现在的钱 它开始移到了所谓的资产股 所谓的传产股的族群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看到吗 我说我做股票 我不是一定要锁定电子 或者是锁定生计 或者是锁定传产 我只注意一件事情 我只在意一件事情 我做这支钩票 可以让我们探钱吗 有没有赚钱的空间 而且你要承受多大的风险 你可以去赚到这样子的获利 所以指数大跌 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害怕 而且我还带领我的投资朋友们 一样持续获利RNG 一样都要在继续赚钱当中 可是重点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那个心 你有没有那个勇气下去做低接的动作 比如像我之前一直跟他谈说 这档大公投 对不对 我说资产30年一遇的大机会在这个地方 当现在很多的电子股都跌破月线 甚至生计股也跌破月线了 但我跟大家讲说 这一档股票 它开始出现了多头吞噬的走势 量占比从700 它来到200 这样子的量占比差了500的空间 它是差了500的空间 整理量出来 突破量出来做表态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买在那里有吗 你也知道说 它跌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我这一档股票真的如果 刚才大拨不好 我落下空间是有限的 它可能只有落一点点而已 但是它一旦涨上去的时候 它的空间就变得无限宽广 它就会跑得比别人快 这就是我教它的股票 这就是我们在买的标的 所以它就是 它当时这档标的它叫大公投 所以它是5521的公信 我只是帮它取个歪号叫大公投而已 它是5521的公信 同样的 都是同样的 在线形跟图形是不是一模模一样样 多头吞噬的走势 在这里 多头吞噬月线上扬 整理量出来 突破量出来 量占比700来到200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有人啊你那边 所以隔天跌下来 8月18号的时候 公信10.7元下去买 10.65元成交 买了之后它当然就涨上去了 可是我没有 我对它 我不是看它一天两天的行情 涨上去还好 我觉得还好 因为很正常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市场会无穷大 那重点在于说指数大节的那一天 8月20号那一天最重要啦 指数中错416点 指数中错416点 但是我告诉我的投资朋友怎样 你新进的会员 你没有买这一档标的的 你一样10.5元再买 一样四分之一的部位 一样四分之一的部位 因为价差没有很大嘛 从原本我买上去的时候 我买的第一笔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买进去 10.7元 第二次买10.5元 价差差了200块 差200块 但是重点是 它在送错的过程当中 你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跌这么多呢 跌了400多点 这一张股票也被杀下来 你敢买吗 你敢不敢买 如果你敢买的话 隔天有没有 8月21号载到亮灯涨停 来到亮灯涨停 所以你everybody 你如果买在那 跟我同样买在那 重错的时候 那后面亮灯涨停 你就赚了嘛 你就赚得到了嘛 所以我说 跌下来有什么关系 强势股拉回 跌416点 最好的买点跟机会在这里 那你买的点位是对的 亮灯涨停板都赚得到 都赚得到 所以我记得当时 礼拜四那天重错 好多市场的专家你知道吗 他都告诉你说 他把手上的股票出清了 他在买股票啊 我说他在什么地方 就把股票卖掉了 在什么地方就把股票卖掉了 甚至呢 他都翻为空方了 他都开始做空了 但重点是 他行情一涨上来 我告诉你 他股票通通都跑出来了 又变成一大堆亮灯涨停板 然后他有没有办法跟你讲 就是说他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他一样叫会员去买这个 我没变什么哦 我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只觉得说这支股票未来会去啊 因为他就是被低估嘛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那月线不破的情况下 当然就会亮灯涨停啊 所以呢 当时我的买的点位是这样子做的啊 多头吞噬的讯号出来 月军先往上去走墙 这支股票一现在有人在买 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第一次买点在这里 拉上去之后 遇到大跌利空跌下来 再买一次 所以我两次买的点位都差不多哦 位置点都差不多哦 后面上去的时候一根亮灯涨停板 这是非常扎实亮灯呢 这是非常扎实的 这就是技术分析 它厉害的地方 它能够带你看见未来 那我相信在那段时间内 有很多的人 不管你是做生计啦 反正做生计的就骂电子 做电子的就骂生计 那重点是 我不管你是生计还是电子啊 你如果能让我赚钱 它就是好的股票 我不管它是黑猫白猫 会帮我赚钱的 它就是好猫 对不对 所以你说资产没有题材吗 是你没有看见 还是说它真的没有 有很多的标的 我觉得说资产的族群 30年一致的大喷发 30年才一次而已 在可成 伪创 他们卖掉了 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厂房 未来这些厂房都要移回来 台湾的过程当中 最缺的 最缺的 就是土地的资产 最缺的就是土地 那这些土地资产 一旦开始有了买家进来 开始有了资金 再去做进场布局的时候 价格就会上来了 那当然台股当中 还有很多啦 真的 还有很多这种土地资产 被低估的啦 所以你买这些标的 你可以买的安心 你可以抱的放心 但我没有叫你去做追价 你不要看到亮灯 掌停板就 拌在黑白一直撩 一直追一直追 今天5521的公信啊 我说真的啦 在底部的时候你不买啦 在这个地方不买 这个地方不买 然后你等它涨上去的时候 你才去做追价的动作 那当然它就要洗你啊 它就要洗你啊 所以它在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每次都用 6掌停的去6股票 我告诉你 你很难赚到钱 你真的很难赚到钱 聪明买才能轻松赚 你要找到那种 下架空间有限的 获利幅度最大的 因为你做这一些 你找这一些的标的 你的布局的部位 才会是最多的 你的布局的部位才是最多 所以你赚的钱 才会是最大的啦 所以高手 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 而是懂得把烂牌给它打好 当你看到的这一次台北股票市场 上个礼拜重挫的过程 我相信 你可以很明白的知道说 哪一些老师 他是真的有实力的 他是有办法带你去趋吉避凶 带你在行情弱势的时候 一样可以稳健获利的 这个是我们追求的长期目标 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 养标股赚行情 买旗涨 不用去做追涨的动作 高顺你派的 你带我走 我们一起来打拼 我们一起来打拼 因为等着疫苗开始整个 疫苗开始进入一个量产阶段的时候 股市会开始从谷底开始去做一个反弹的动作 所以呢 在反弹之前有很多的个股 请你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强势股拉回站站买方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同住您不再妄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怎么看啊 有点热门哦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宝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以等就对啦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十点到十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我刚跟大家谈过 其实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如果想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其实你只要做到四个字就好了 就是低买高卖 你如果认同我们的想法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当好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来打招牌 因为在股票市场里面 我不喜欢带大家去做追价的动作 我喜欢用仰镖股的方式 仰镖股才能赚行情 买起涨不用去做追涨的动作嘛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党的个股 比如像说金像店的部分 当时我也是一样买在他回党的时候 买在他回党的时候 但是重点是 你说很多 在台北股票市场 1800党里面 你要怎么去挑到对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是对投资朋友来讲 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有方法 我跟你讲说 有一个低买的三法 你可以下去做运用的动作 指数大跌我不跌 均线向上还不会上 量缩回党 它会继续涨 所以当时在指数大跌 我告诉你说 资产的族群 它是未来的主流 但是现在跌完了 我都已经跌到差不多结束了啦 那它在回党结束的一个过程 下一个接棒者是谁 就是这个所谓的 基优电子股的族群啊 这是基优电子股的族群 所以有一些被错杀的标的 有一些 本来它不应该跌的啦 趁着行情回党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开始去做 减便宜的动作了啦 有很多类似金像店的股票 有像2368的金像店 当时我在买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它都还没有动 它都还没有涨 可是我已经先看到 它未来会涨 这个叫做技术分析 它带你看见未来 所以它在这一段大盘 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我一样不离不弃 我也跟你说啊 你不用怕啊 你不用害怕啊 所以你只要能够买在 低低的位置点上面 你向下的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指数大跌真的不可怕 甚至你要找到对的位置点 来去做切入的动作 认同我们的 你在跟上脚步来喔 所以呢 包括像这一档标的我跟你讲说 均线向上还会上嘛 量占比从100来到20 股价突破横盘整理的区间 本益比非常低的情况下 当然跌下来没多久 创新高啦 它一样创新高啦 所以指数大跌是最好选股票的时机啊 我已经选到了包括有一些机油的电子股 包括在什么 连接器的部分啊 太阳能的部分 甚至5G网通的网路又有了喔 5G网通的网路机会又来了喔 但是5G网通里面你不要乱选 你不要跟华为有关系的 跑去欧白了 你不要买到跟华为有关系的 那真的是预估无类啊 但是呢 Nokia屹立性呢 如果华为的订单被这两家公司分食了 那是不是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它正在这里等着大家 所以仰镖股赚行情 买骑长不用去做追涨的动作 抗讯牌勒 你带我走 我们当座来打拼 感谢大家接受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投资 02-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速播02-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速播02-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截病管制处防疫医师林永清 目前国际疫情依旧严峻 陆进时如果身体不适 请主动告知检疫人员 陆景